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人陈信聪 信聪你好 光彦好 大家好 信聪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准备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这个节目基本上是用台语发音的 对 是不是 阿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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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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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那个主人的那个主这样子 OK 那这个节目是干嘛的 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开着一台福斯T6的车子 全台湾到处去跑到处去绕 然后去吃喝玩乐谈当地的环境的问题 就譬如说我们去东北角的马刚 马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渔村 是台湾最东边的一个小渔村 那边有台湾那个非常珍贵的海女的文化 就是住在海边的那些妇女下海去朝鲜代采这些海菜 我们之前有一部韩剧叫我们的蓝调时光还是生活 我永远记不住 他在讲韩国济州岛的海女 阿其实台湾的海女更加的那个在技能上跟专业知识上更加的丰富 但那边因为他是石头村的聚落 所以可能很快就要被采了 所以我们去那边吃海菜吃卤鲍鱼吃海鲜面 然后呢去谈一谈石头屋的这个聚落 那顺便谈一谈很可惜快要被拆光光了 所以可以的话呢拜托侯友宜大师长可以帮个忙 把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其他的挽回的方式 那我们也到那个彰化去谈豚土 就是说因为淹水的问题 那这一块田他怕淹水 就拿那个北部的这些建筑的废弃物 把它盖了大概是半米 然后水就淹到别人田 然后这个田呢再盖一个半米 其他田就反正一直盖 一直淹一直淹一直盖 所以搞到后来变成囤土比赛很惨 然后我们也谈到蚵仔去大雪山 总之就是说开着一台车 拉起车边杖 然后呢就吃喝玩乐 轻松愉快的调 谈那个痛苦的问题这样 这个比有话好说好像有趣多了 有趣多了 要是你你是我 你也会这样选择 对啊如果做节目还可以 就是说有一顿好吃的 这个节目是值得做的 我现在有职业伤害你知道吗 越吃越慢 吃太多 这我相信 我家虽然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电视 可是转开口觉得说 唯一好看的就是Netflix 其他的都不好看 你那个节目 在台湾的现存的这些所谓的 人家说政论节目 那其实我比较喜欢讲论政的节目 那就是 其实你还不只是政治 那你的那个涵盖的这个 你的手背的范围其实是太多了 你这么多的主题 你一口气主持了13年是不是 快15年了 而且是每个礼拜 最早是5集 5集嘛 后来呢因为某些因素 然后被砍到4集 又因为某些因素 又被砍到3集 后来某些因素去除之后呢 恢复成4集 OK 所以现在是一周4集 那我知道你每一天的主题 最重要的是有 至少有一个嘛 是 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些 其他的副主题出现 你光是邀约来宾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自己主持过 像夜深人为敬这样子的节目 我知道来宾的邀约 其实是最头痛 而你的来宾 基本上大概是3倍4倍5倍于我的 那个时候组织节目的来宾 所以你怎么应付这 这样子这么大 其实这是一个 一个很浩瀚的一个知识的 一个问题 因为牵扯到的这个知识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第一个我很喜欢你那个夜深人为敬 虽然现在没有继续播 但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 在这个领域文化艺术 或者是我们的更深的一些讨论是很棒的 但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有 所以我不可能每天都要求说 大家一定要做到90分95分 所以你大概就是说 至少我们要对得起自己 不要搞到60分 我们至少拼个70分以上 那样子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程度下 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吧 那不过因为我自己比较特别一点 我大学是念中文 然后到研究所是念社会人类学 所以我就会比较不安于事 这个也想碰 那个也想摸 那你就觉得有趣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在谈书花改的时候 那是一个交通问题 是 但是在那个书花改的新建过程中 下面挖到一个汉本遗址 那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文化问题 它是一个考古的问题 它又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所以你就是这个从交通建设 或者从文化保存 从考古遗址 从历史的发展 你就会有好多面向可以谈 那我觉得也许是因为 我比较特殊的这种成长环境 就是从中文 我是中国文学系 所以大概两岸的东西 我也是比较在意一点点 然后再来又是 因为我是做宗教文化研究的 我寿司论文是做那个千王魂的 所以我会对庙会很有兴趣 所以你就会对那个白沙屯 或是像是那个几年前 那个青山王夜访 我知道 然后搞到那个周边邻里 大家都很不爽的 你也会对那个有兴趣 总之你会对好多好多事情 都有兴趣 那你如果有兴趣 你就会花一点点力气 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该怎么讨论 那如果不要把那个标准定在夜深人未进那个标准 那应该还算可以 夜深人未进也还好啦 我 我其实因为我的 我的手背范围比较 比较比你小很多 就像我也许是指手三蕾那边 所以 所以比较OK啦 那 因为最重要的是说 你的学习的背景 那你的知识的背景 那让你刚刚讲的一听 很容易让你去处类旁通其他的东西 我的也是 因为 可是我还不只 我在 例如说我听音乐 我看电影 那都是很多年 那 那个时间比你长的不知道多少 再加上其实 我这个人也很八卦 那很多莫名其妙事情 我都知道 这个八卦还真的是 比较下流的那种八卦 好 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吗 当然不会 那一谈 哇神这个 那以后这个 我的节目会压力太大了 八卦分两种 好的八卦跟坏的八卦 例如说 The New Yorker这个杂志 它有一个 一个栏目叫做Talk of Town 都是在讲 这个纽约市里面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 那例如说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它其实 例如说在它的Business section 它也有 经常信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栏目 那栏目里面全部都是八卦 可是我很喜欢看 为什么呢 它会跟你讲说 哪个大企业的里面的一个什么重要人物 被谁挖走 然后他们会稍微分析一下 好 因为把它挖走 所以这个大企业可能要 某一个守备的范围 它可能以后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们可能要往哪里去 另外发展 那挖它的那个企业呢 以后他们可能会做哪些 做哪些事情 所以都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Business section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人事的这个 升迁啊 跟动的一个大八卦 我很喜欢看那个东西 虽然我都不懂 可是我就很喜欢看 就是说 这种策略面的东西 八卦这个东西 我就常常跟以前 我在中国时报那时候做娱乐周报 娱乐周报的时候 我就跟同人说 我说 现在版面上面的娱乐八卦 我们不要 可是我们要好的娱乐八卦 那例如说哪个剪接师 他最近买了个什么机器 也许他可以有一种新的方式 可以摄入一些台湾以前的 比较在这个电影制作里面 也许没有用到的这种技术 我说这个很好啊 各位听众 我必须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认为说 冯范云你是主持人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你知道 陈信聪这个都在那边 你知道那你不是太便宜大了吗 这我是刚刚跟信聪讲 我说 我们两个都主持过 所以呢 我今天呢 也有一点点被你访问的 这个概念 那讲这边 那我正在炫一件事情 就是说 像以前 那个狼熊 他因为喜宴 他不得奖 他上去的时候 他说我把这个奖 就说送给 那个陆军弟弟师的兄弟们 我那时候在 在那个现场我听了 我说好 我一定要去访问他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我果然就去访问他 这是八卦 后来 狼熊就跟我说 他说因为那个是 我以前所待的那个诗 OK 是顺利仁的诗 是被二诊 被蒋介石他们二诊的一个诗 所以里面的人很多的出路都有问题 那里面那些兄弟 那里面那些兄弟 特别的支持狼熊 就是以他为中心去外面演戏 很多很多活的给他干 所以他要谢谢他们那个诗的兄弟 我听了好感动 这个才是我觉得娱乐圈里面好的八卦 我相信你访问这些这么多的 各个领域里面的这些投人 或专家 你会不会有这种很好奇 要去挖他们一些 外面的世界也许觉得你问这个干嘛 可是你非常清楚说你一问这个东西 其实会有东西出来 不过题外话 我其实最近很有兴趣就是那个 林志坚的那个论文案 那另外一个对象 就是那个不管是他抄他 或是他被抄的那一个调查员 我还在想说 你知道他的共同指导老师叫陈明通 陈明通 我们以前都叫他阿通伯 他其实在社会学或是政治学 都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 那他最早是做那个台湾地方派系研究 那后来到陆委会 现在在国安局那边 一个是民进党的未来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政治明星 然后呢一个是那个掌握国安系统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领导人 对上一个那个真的是小到不行的调查局 而且是他直属单位的一个小小调查员 这个调查员如何去对抗这么庞大 或者是这么铺天盖地的那个政治上的一些力量 他在想什么 那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最后这样子一定要跟你鱼尸网破 那我觉得他很有趣 那先不谈说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实在太有趣了 这个如果可以挖到一些东西的话 那应该是太精彩的东西了 可是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其实台大 第一个我对于陈平通 当然我也认识他 可是我觉得 我以前不知道说他收学生 是都是这样子收的 那我觉得 这台湾的教育制度真的是 是需要 真的是需要去检讨 你可以腐烂到这个地步 你出事也是活该 是啊 就把学位当入屋来送 对啊 我一直以为这个学位的这样子的一个 看中学位的这样子一个一种 一种习惯 在我以前 在二搞那个犀牛皮的时候 是是是是 应该就已经开始收敛了 没有 对不对 怎么会 那后来我都没有在管这个事情 就是说以前我的手背范围包括学位 哈哈 所以才有犀牛皮啊 对不对 后来 然后才发现说 哎 这个王洪威 捅出这一个 在这个楼子之后 其实国民党受的伤应该更大 理论上 嗯哼 可是基本上你也知道 台湾的媒体 他就是对于 对于特定的对象 他们会去攻击 是 其他的他们 因为都供到自己的人啊 是是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 啊就是 掩兵一席骨 其实学位抄袭 或者是黑金的问题 让国民党严重太多太多 是啊 可是民众会觉得说 反正你就是这样子 但大家会觉得说 理论上 所谓的小清新的 呃一些 未来政治明星 不应该这样 有有 结果变成这样 对 但第二个是说 我之前也在认为说 经过林志坚的事情之后 大家对于 学位的迷思会少很多 就像很久以前 那个犀牛皮事件之后 应该会进步 但我后来觉得不会 会变本加厉 因为有所谓的抄袭论文事件的风暴 那以后的那个学位就更加珍贵 所以我如果能够拿到这个学位 我的估计就更高 嗯哼 所以我就可能要 也许花更多的成本 也许叫更多的努力 再去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 那就会有更好 所以那个学位迷思可能会更强 但他可能会尽量不用抄的了 哈哈哈 枪手是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是 的另外一个搞学位的方式 枪手 是是是 那看着吧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那个抄袭风暴 都还没有谈到枪手 对 枪手都没出现 可是我相信 今年2023年 那下半年当开始选举的时候 我相信有人会开始去追这些事情 是 但是抄袭的世界何其广大 就是说不可能只有 是不是就是假学位的事情 我我当然学位是真的 可对我来讲都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抄袭是其实是过去这半年 大家比较热衷在谈的 可是各位枪手是另外一件事情 前两个礼拜不是还有一个是 把人家的这个中文的写的东西 去翻成英文 是是是 是不是还是什么 还是英文的翻成中文 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说 等于又翻译了 这个也是个天才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 调查局的那个教育单位 应该真的要是要把滥发学位这个事情 这样去做一个制度上面的思考 是 不过公演你刚刚说我也可以问你很多问题 我第一个对你的好奇就是说 那你年纪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搞这么多东西 你这个问好 你看很少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他这个头发是假的吧 真的真的 戴个假发了 所以在那边自己以为很老 这个我要讲到1999年 我在这个中国时报的编辑部 然后晃来晃去 然后突然就被老先生 余老先生看到 那老先生就说 示意我过去 我们俩就在一个小的编辑室 就开始聊天 那那个时候因为 internet的东西 刚刚就变成说很重要 他就问我说 他说光远 如果今天 要让这个年轻人喜欢看中国时报 因为他知道我对年轻人其实是很有一套 他说那你会怎么做 这时候吓我一大跳 他那个时候他应该快90岁了 OK应该是89岁左右 然后我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大概跟老先生 谈了大概两三个小时都有 什么他什么事情都很有兴趣 都在问 我就尽我可能的 就是说回答他 我就跟他讲 其实是可以成立一个 网路的编辑部 发行网路的中国时报的青少年榜 青少年版 他一听就觉得这个有意思 后来这样两三个小时谈完之后 老先生就说 光远明天去哪里哪里 去哪里 去等于是申请这个经费 他就给我500万 叫我去成立这样子一个编辑部 所以那个时候的青少年的网站 叫做YBOM就这样成立 然后2020年的秋天 就得到行政院那个 制作会的网路的 网路的一个大奖 那老先生很高兴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发现说 我以后一定要像老先生这样子 我的工作是永远在进行 我就说退休这两个字 对我来讲 没有这两个字 我脑袋一直在 每天在那边 我假如不用 这边可能会出问题 会发热啊过热啊干嘛 可能会出问题 会在那边乱想 那我很可能会出事情 了解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就是要跟我的同辈的人 比我长一点的人 真的不要闲下来 我们不够资格闲下来 除非你真的是几亿的家产 你每天醒完 早上起来 人家就 饭就送到前面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好奋斗的 然后因为你已经 你这辈子就已经几亿了 你还奋斗什么对吧 我们这些人还是要奋斗 不只说是因为钱的关系 因为太多东西要在 我们脑袋里面 就像老先生一样 老先生他永远好气 他永远要做很多事情 我后来去推算了一下 老先生就说 他在不同的时间 大概他在几岁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情 大概他在几岁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说哇 我说我小时候 我们家就订真心新闻包 那还真的是订对了 不过讲到忠实 大概也只有余继老 会让人家怀念 是啊 不过我自己也是 其实就是两个力量在冲撞 一个就是在油画主持了快十五年 十四年多 那真的很累 那年纪也到快五十了 我现在四十九岁已经满了 所以想说要早点休息 就是能交棒 不能交棒 通通都把棒子丢了 这是一个比较负面消极的力量 可是又看到很多人 譬如说我在离开油画之后 去环岛一个多礼拜 然后在台南 在彰化在哪 看到一些老朋友 年纪很大了 也是八十几岁 那看到我还一直问这个 问那个说 到底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我说哇 人家八十几岁了 还在想要做事情 你才快五十 你在那边耍泪 然后后来 有一老朋友说 你们这些 我是六十二年次的 他其实有一点指责性的说 你们这些六年级的 说实在 说是 想尽世代的红利 就是 我们的爸妈是辛苦苦过来的 但是 大部分我们的爸妈都累积了一定的资产 也许有一间两间房子 好的生活 然后呢 说上不上说下 其实你相较起 人家那种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 你的薪水还可以 就是你相较起 五年级四年级的薪水不是很好 相较后面 你又是那种所谓的那个 职业保障的一群 就是我们大概都是 那个比较是终身聘务制的 像我在公共电视 就有点像是你进来 只要你不犯错 永远不会有人把你赶走 这样子的这个制度 然后呢 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大概是 快五十 那或者是四十多 就是你应该是占最重要 最关键的 台湾社会进步力量的这群人 那你对台湾对国家 是有责任的 就我觉得很多六年级 会跟我一样 就是好像比较想要玩乐 比较想要松懈 甚至比较想要放弃 可是他就说不行 你们六年级是有责任的 你不是说你想干嘛 你就干嘛 你要想以前你享受的这些东西 是别人给你的 对 那你只要做一些东西 让后面的人可以承接 那我现在就是两股力量 在那边冲撞那样子 所以以后会怎么样不晓得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继续做 我们对这块土地 至少还有像我像你这样子的人 觉得生存在台湾 还真的不仅仅是过日子而已 像当然我们平常都是在过日子 可是也是因为像你刚刚讲的事情 像我刚刚讲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会把日子一天天过去 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像我就会觉得说 我要跟于老先生一样 他就是在他将近90岁的时候 他还会去思考 怎么样子让年轻的台湾人 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报纸 老实讲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我们对于像两极大报 我们永远觉得中国时报 作为一个比较比较liber的报纸 远远的超过另外其他的报纸 那时候当然自由时报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倒觉得说 那个其实还真的是一个 就是还是有点士大夫的观念 是是 你知道之前阿辉伯 他在最后大概是十年的左右 那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机会 也不是说很近啊 就是一群人来聊 他跟大家聊的事情是 未来的这种 since on internet 嗯哼 我说天啊 你一个八九十岁的一个前总统 然后你在思考的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他不是台湾是整个世界 是要怎么发展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潮流脉络下 台湾要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一个八九十岁的一个前总统 在想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世界的潮流 那像我们这种快五十的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你是多少岁的 然后但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消极的权力 对啊你说像你讲到阿辉伯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一群人去阿辉伯 他们家 那天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因为他刚好坐在我对面 嗯 他也是在在讲internet概念的东西 一种知识库啊这种 反正就是说 其实那个是远远 就是说超越他年纪的 是 那些人能够承受的东西 或理论上应该知道的东西 no 他就坐在我对面 滔滔不绝的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我在那一个半小时里面 我一直注意他 什么时候要拿出水来喝 没有欸 一个半小时他没有喝水 这点我就有点吓到 后来啊 我刚好有另外一个机会 我就问他的那个侍从官 是 我一陪那个喝水的时候 他讲话他不会渴吗 他跟我说 他从来不喝 他跟我讲说 他就解了我这个谜 就是说他其实 不太 不太要喝水 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你就算把水摆阿威 他就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可是我 我特别惊讶的是他的谈话里面的那些浓度 那些对于知识 对于很多的就是现象面的这种 你以为他年纪 这个年纪是这么大了 他也许会比较落后 他真的远远超越太多的人 后来我们也去他的书房看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台湾的领导人 他们要的 那这种人啊 他如果坐在那边 好好做事 你嘛 好好做事 哎 头上的 好好做事 你知道吗 台湾完蛋 台湾完蛋 你知道 然后 真的 习近平就是 五个 五个诗就够了 好好做事 这五个诗过去啊 台湾就完蛋了 你知道 好好做事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是一种 这种脑残到这种地步 那台湾真的会 我真的是要 想办法就是说 女儿啊 那个 你知道 小心点啊 现在是一个 后后做事 要出来了啊 我会觉得 一个领导人 小英我相信他也看很多书 是 那马英九是他 听说是他买 常常会在书展去买书 那这个 这个人啊 你看他做了那些事情 他会有看书 我真的是 佩服他 我真的是 真的是佩服他啊 他我真的看得懂的话 那至于说有个姓柯的 你知道他真的是 那个是蠢到这个 唉算不算我要喝一口水 其实 我们两个人的 基本上应该是被 归类到工作狂 有一点吧 对 你的工作习惯了 我大概是 我现在早上大概六点多 就起床 然后把女儿赶走之后呢 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 那我现在比较早上班 以前大概是十点到班 那把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讯息看过之后 十一点多 跟大家开会 决定题目 决定来宾 决定讨论的方向 决定该怎么制作 该找什么资料 该怎么会整 九点 节目结束 就拉胡琴 听音乐 放松 一直待在办公室 大概十点多 十一点多 回到家 隔天重复一次 你的胡琴厉不厉害 不是什么厉害 但主要就是换个情境 自己可以有一些 放松的一个方式 这样 你在办公室拉胡琴 对 那其实公司应该很痛恨你吧 公司你知道 多有趣 我们是新闻部 但这样讲不到 一楼是采访组 就是daily news 因为我们没有夜线新闻 没有十一点的新闻 所以大部分大概是十点之前 人都走光了 真的 那很好啊 所以整层楼都是我的天下 只会吵到一些无形的 但是他们不会抗议 有时候也会抗议 会灯给你闪一下闪一下 表示你阴走掉了这样 那二楼就我们的岛都还在 但他们可能敢怒不敢言 这样子 不过还好啦 就是比较不会干扰这样 所以你其实主持15年的 尤阿尔说 其实相对上 生活是很单纯 很单纯 也几乎没有应酬 因为毫无应酬可言 我觉得 那我就比你复杂很多 这些应酬的对象 基本上都是文化圈的人 政治圈的人也有不多 那文化圈的人基本上 都喜欢在咖啡店 所以我其实对台北的咖啡店 倒是挺熟 那也有几家固定的咖啡店回去 那等于是一个基地一样的概念 相对于你 那我看你这个咖啡就是公共电视台里面的 餐厅里面的咖啡吧 还是怎么样 我都自己烘 真的 我咖啡都自己烘 你是浅焙还是 都有 但绝大部分是浅焙 OK 因为如果要送朋友 朋友说我不喜欢喝酸的 好我就知道了 好我就会超会大的给你 OK 我其实也在家里一直想要来烘 可是我觉得可能会干扰到隔壁的邻居 你这个豪宅区恐怕不妥 真的 因为我听很多朋友说 他们在家里烘咖啡 常常会有邻居会抱怨 因为当你一爆之后 那个味道跟烟是很可怕的 真的 如果到二爆的话 那个就几乎快火灾了 所以咖啡店本身都很少自己在烘咖啡 都是禁 现在越来越多咖啡店自己烘 因为我去的那几家咖啡店 都没有这个习惯 不过他可能就分开来 就是说 因为烘是一个专业嘛 主又是一个专业 开店又是一个专业 所以他可能就专心在那个主跟开店 烘他就给别人专业这样子 你的咖啡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 那我的咖啡其实是牵扯到很多人 所以你要知道 我那时候在中国时报 我当文化新闻中心主任 当副总编辑教 我一个月 我的所有的交际费 平均大概都是三四千 我是位阶很高的 理论上真的要吃饭 是可以去很多地方吃饭 吃那种很贵的 曾经中国时报里面有一个非常二职的一个高阶的 有一次我们在上面开会 就大家就突然在传一个 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已经离开开会的那个位置 那就传一个就是说 他一年的公关费 大家在那边看全部沉默解释 一个一年的公关费是八百多万 将近九百万 当然那个人现在名声很臭 所以我也无所谓 反正他得到他的报应 他也是线事报 公共电是比较没有这个东西吧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吃 从来没报仗过 我觉得那你真的是媒体里面少见 罕见的这种 但我相信 不报仗主持人 不报仗 不报仗 制作人 我相信其他制作人 应该也从来没办法报仗 那我所知道历任的新闻部或节目部经理 应该也很少报这种业务费 真的啊 真的 那总经理可能有 因为总经理毕竟他真的角色特殊 他应付各种人 但下面的应该几乎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文化啦 就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主管请吃饭 或者是在外面交际应酬 甚至还要把交际应酬的钱拿来报 公共电是几乎没有这种文化 有的话会被讲得很严重 所以公司在这一块 还算干净 某个 某个城市的市长 他的报仗实在是匪夷所思 你说新闻或者政治弄到最后 一个现象一个问题 其实已经困扰我们很久 然后从来没有这种比较高位的人 从立法面 从这个 从这个比较这个道德面 轮理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什么呢 就是自入性行销 到现在都还有 像有一个所谓的综艺节目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邀请小银 他邀请这些人去上他节目 是要收费的 那我真的是吓到 我说你们的胆子还真大 还是你们对于传播伦理 传播的这个新闻道德 你们是完全以前没有上过课吗 一些网路节目他们不认为自己是 需要遵守新闻伦理 新闻道德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很商业 但事实上 其实那是对不起他的观众 就如果人家知道说 原来你在这边开玩笑 或者是吹捧 是有对价关系的 我觉得那是很不好 但反过头来 我们思考自己新闻 恐怕也都在到目前为止 虽然你之前一直在反对 自如性行销 可是到现在都还是有 只是他变形了 进化了 譬如说 政论节目我们不会直接拿钱 那可是其他电视台的政论节目呢 他会变成用拐个弯 办台北灯会 办高雄什么节 办屏东什么文化记 什么什么的 电视台去包 那电视台呢 可能会透过地方记者 去跟这个地方政府或中央 那个打好关系 然后呢 当你拿了这个政府 或者是特定的公司企业的钱之后 你还敢屁啪吗 你还敢说他坏话吗 那如果他又是很大的财团 或者是直接掌握那个 你的身杀大权的这些地方 或中央政府的话 那你一定会说 啊我们配合这个政党 配合这个政党下面的派系 配合这个派系下面的特定人 你用你的媒体的力量 让他更好或更坏 所以自路性行销到现在还在 只是拐个弯辨的形容 其实我觉得台湾 有几个主旗逝者 自路性行销的主旗逝者 其实我觉得 是台湾民主最坏的一些示范 那今天我其实基本上 你看我刚刚讲话都 都没有点名嘛 大概哪些人 你知道我大概都知道 可是有一些人 那真的是 就是说 我不点名 其实大家也知道 例如说 像朱立伦去年七八月 还是什么时候 媒体的老板也是主持人 说 你要不要来当国民党的中常委 之类的给你这个位置 他就非常义正词言的说 可是我是媒体人 我在想 拜托 你已经干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要去 说得出口 我是媒体人 那你真的是 如果你媒体人 那你哪天真的要出来 选总统的时候 那你那个时候 你的主持的这个节目 你要怎么看他 对 你要怎么看他 你要怎么看自己 你做这些事情 你的家里的人 不会感到羞愧嘛 对 你年纪也这么大 虽然你这个头发揽得很好 可是呢 媒体跟政治之间的这种 错终复杂的这种利益的 纠缠的东西 是 台湾真的是 应该要到了要 立法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 我这样讲就很不客气了 会正媒两期的媒体人 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媒体的这样子一个 甚至叫践踏媒体专业 是啊 就是他把自己曝光成为一个 所谓的掠夺政治资本的一个方式 一个工具 也就是他把自己的媒体 真的降到很低很低的格调 那这是很严重 可是台湾就是 我觉得就我们大家都很伪善 就说没关系啊 正媒两期 可是我们经历过多少事情 就从希望不要正媒两期 希望从党政军退出三台 甚至从党政军退出媒体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其实那个正媒两期的问题 我们不但在制度上没解决 我们连在道德上 大家就是混水摸鱼 那我觉得那是台湾 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 但大家习以为常 算了 所以你看到说 这个很红的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他可以扬言说要参选总统 他可以说我要那个改革 或是主导什么样的政治上的一些动作 你会觉得很荒谬啊 你是你到底是政治人物还是媒体人 但大家习以为常 没有台湾没有这种互相批判的习惯 那就是说我放过你 你也放过我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相安无事 然后可是整个国家的 例如说在传播媒体 在传媒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完全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是在这边 其实最后音乐时间差不多 所以我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问题 我就突然想到我在美国的时候 80年代上个世纪 NBC有一位女的anchor woman 名字叫什么我忘了 他虽然好像是一个城堅节目还是什么的一个anchor woman 可是呢 他到底还是一个主持人 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有一天他突然做了一个咖啡的广告 他替某一个咖啡厂牌做广告 广告一推出来马上被骂到臭头 你是一个一个节目主持人呢 你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广告里面 你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推荐 这个咖啡好喝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演员 那你在那边赚那种钱 那你把你的公信力摆到这个咖啡上面 这个是对吗 那我那个时候对于这样子铺天盖地的 骂他骂他就是把他骂到臭头的那个整个现象 我真的是觉得美国还真的还 还溃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有各个各方面 他都有自己的一些门槛在那边 都有一些监督者在那边 都有一些良心在那边 可是台湾呢 对啊你看其实美国自由归自由 可是他有一个批判的传统在 所以会让整个社会持续的进步 那刚刚我讲说那样子的人 其实民进党也有啊 比如说内政部长说自己身体不好 然后辞职辞职隔天可以当政论节目组织 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 就但我们大家都习以为常 因为他政治关系好 所以他一定会为这个媒体带来更多的资讯 带来更多的可看性 或者是说带来以后更多的 不管是在某个方面的利益 所以大家就说好OK了 那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你如果回到长期来大家讲说不要正媒两期 党政军就是要离开媒体 对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可是没有人会去批判 这么小这么小的力量 可是还是要放放泡 放放泡 喝喝酒吃吃饭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革命的部分已经几乎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请客吃饭的部分 这个很抱歉 这个没有开放直播 我们今天喝的酒还不错 心窗谢谢你 谢谢光玉 谢谢 大家好我是冯光玉 请大家帮我按赞啊订阅啊分享啊 感恩了